听别人的故事,悟自己的人生,让我们一起遇见更好的自己。 朋友们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今天要给大家分享这样一个故事。 老公趁我住院和护士搞暧昧,我给机会搜集证据,让他净身出户,不料他却激动猝死在小三床上,葬礼上我宣布一件事,让他全家傻眼,我出了车祸。 丈夫齐峰特意请了假来照顾我,照顾着照顾着,直接把小护士照顾到床上去了,作为善解人意的好妻子,当然没关系。 我替齐峰介绍大笔生意,故意创造时机让他俩约会,可这个不中用的男人,刚爬上小护士的床,一激动,给猝死了。 我知道,这场车祸不是意外。 齐峰至少半年前就开始谋划了,因为我爸妈留给我的那几套房子快拆迁了。 我是独女,那几套房子的拆迁款自然是全归我所有。 至于齐峰,作为夫妻,他本能拥有一部分。 可错就错在这个男人太贪心了,他想要独占我的拆迁款。 所以,从知道拆迁消息后,齐峰就像变了个人一样。 我们是相亲认识的,彼此没有太多的感情基础。 谈不上恩爱,但也算得上相敬如宾。 拆迁消息流露出来后,齐峰开始对我格外殷勤。 每天车接车,送我上下班,回家备好饭菜,打扫家务。 这些事,他之前从来不会做,回了家两手一摊,直接在床上睡到吃晚饭。 他的奇怪举动让我不得不提着一颗心,小心留意身边发生的事情。 直到我在储藏间里看到那份买给我的巨额保险单。 我不禁后背发麻,我以为齐峰的殷勤只是想要从我这多拿一点钱。 可现在看来,他完全是恶狼扑石,竟然妄想除了我,独占财产。 我开始额外注意身边的事情,担心总有一天死在齐峰的圈套里。 也正是我这份留意,才让我在车祸里捡回一条命来。 这车上周齐峰说后尾灯有点问题,于是他开去修理厂修理。 我自然是不肯相信齐峰不会在车上动手脚的。 于是我托朋友找了靠谱的修理工,替我检查车子。 一下就发现,车的刹车被人故意破坏了。 这下更坐实了齐峰的阴谋。 可我不着急这么快和他摊牌。 他既然赶完,那我自然奉陪到底。 我让修理工帮我处理刹车,不需要完全修理好,只要能保住我一条命就好。 齐峰风尘仆仆地从公司赶过来。 他努力掩盖住眼角的失望之意,却还是被我警觉地发现了。 我受了一些皮外伤,需要住院观察。 齐峰三番五次地问我,要不要再仔细检查下? 我真怕你哪儿撞坏了,没检查出来。 你还担心没检查出来? 你怕是想确认我到底还能不能死吧? 我摇了摇头,我心里有数,你放心吧。 齐峰装出的好丈夫模样,惹得同病房的病友们连连夸赞。 哎哟,你这个老公真是好啊,太关心你了吧。 是啊是啊,你几辈子修来得好福气喽。 哪像我家那个糟老头子。 齐峰被夸得不好意思,舔着脸回应。 夫妻嘛,都是应该的。 我也努力附和他,维持着好妻子的样子。 小护士进来给我书页,吊牌上写着他的名字,草米。 看起来年纪不太大,二十出头样子,手上的活不太利索。 针扎了好几次没扎进去,我的手背开始肿起来,小姑娘眼里急得裹满了眼泪花。 齐峰站在一旁,看着我被扎得满是针眼的手背,开始发火。 你这什么业务能力啊? 技术不行,就回去再练练啊,看给我老婆扎成什么样子了。 把你们护士长给我叫来,我今天非投诉你不可。 剔头盖脑的骂声落下来,草米的眼泪也开始包不住,大颗大颗地往下流。 病友们纷纷劝其风,看在小姑娘还小的份上,别跟她计较。 嘻嘻嚷嚷的声音充斥在病房里,好在护士长马上赶来替我扎好了针。 我看着草米落寞的背影,心里有些愧疚。 我知道很多年轻护士刚上班,或多或少都会碰上这么些情况,况且我的血管本来就细,扎几次才扎进去也是在意料之中。 可是其风为了装面子,装过头了,把草米一股脑地骂。 我担心草米年轻,经不住事,于是让其风去跟小姑娘道个歉。 其风去了好一阵没回来,我以为她误字回家去了,也没多想。 睡了一觉起来,准备去上个厕所。 路过储藏间的时候,门半掩着,我瞥了一眼。 竟然看见了其风和曹敏。 曹敏羞答答地在其风怀里,其风拍着曹敏的背,小声地哄着她。 对不起啊,宝宝,我那些话都是演出来的,这才能让那个女人以为我在意她呀。 是我不好,我不该说得太过火了。 曹敏扁着小嘴,委屈极了的样子。 其风又开始给她画饼。 你等着,等着那个女人死了,我就娶你。 到时候,我们俩拿着千万财产,你也不用上这个破班了。 曹敏被她说得心动了,笑咯咯地点头。 我冷眼看着眼前这一幕。 原来想让我死还有一个原因啊,想要服新人上位。 那我们只好看谁下手更快了。 我住院的日子里,其风特意请假,专心照料我。 我醒着的时候就在我身边扮演好丈夫,我睡着了就和她的小情人秘密优惠。 其风的贴心照料让我觉得自己总得回报她些什么才好。 这样其风才能以为我是进了她的甜蜜圈套。 我发动自己所有的人脉关系,替其风拉了许多的生意和业务。 他最近还在密谋一件事,升官。 男人三大喜事,升官发财死老婆,他一个也不愿意落下。 这些生意必能帮她获取上层的认可。 于是,其风开始日日夜夜地加班工作。 有时凌晨四五点了,她还在桌子前整理方案。 我从不会催促她赶紧休息,只会贴心地替她泡一杯咖啡。 什么提神醒脑,就给她吃什么。 担心她的身体熬不住,特意买了台跑步机回家搁着,敦促她每天运动。 总之,这些生意她必须得拿下。 作为好妻子,除了工作上为丈夫排忧解难外,也会失去地替她空出约会的时间。 只要其风完成了一个案子,我便找借口要出差或者闺蜜聚会不回家,替她和曹敏留足约会的时间。 可是没想到,其风的身体这么不行,才连续熬夜加班了两个多月,就熬不住了。 接到她去世消息的时候,我还在巴黎岛冲浪。 这个烦心的男人,死也不找个好时间,坏了我的好心情。 我赶到太平间的时候,现场只有一个医生和她同事小张在。 我努力装出悲伤欲绝的样子,好几次假装要晕厥过去,好在医生及时拖住了我。 杨女士,请您节哀。 人死不能复活。 我擦了擦眼泪,医生,她到底,怎么死的? 医生叹了一口气,猝死。 是酒店员工发现的。 我惊愕地望向齐峰的同事,难难道,她最近一直说,马上要升职了,我们就可以换个大典的房子,每晚都在熬夜加班。 可是齐峰啊,你都死了,我一个人要大房子干什么呢? 我哭着哭着就瘫坐在了地上。 小张连忙来扶我,嫂子,节哀顺便。 齐峰他工作上好胜心强,最近确实忙得没怎么休息了。 我攀住小张的胳膊,那公司那边打算怎么处理? 齐峰,可是为了公司财,我说不下去了,捂住脸呜呜哭起来。 小张一边拍我的背安慰我,一边说,您放心,公司那边一定会妥善安置的。 听见小张的话,我拉住他拼命点头鞠躬。 小张看见我如今的这般模样,也有些不忍,但话还是说出来了。 嫂子,有件事,我想还是得和你说,我点点头,你说。 其实,齐哥猝死的现场,还有一个人。 这是你们的家事,我不该随便说。 可是我实在不忍心看你这样子悲痛欲绝。 所以觉得还是告诉你比较好。 我茫然地看着小张,示意他继续说下去。 就是,就是现场还有个女的。 齐哥是和他那啥,一下子气没顺过来,太激动才猝死的。 我撒开小张的胳膊,踉呛着站起来,拉开齐峰身上的白布。 一下子扑到他的身上去,撕心裂肺地锤打着他。 小张和医生连忙将我拉开,这才控制住了我的情绪。 当天下午,齐峰的尸体就被送到了火葬场。 齐峰尸体火化完,我就在医院门口候着曹敏。 曹敏刚迈出大门,看见我坐在花坛边,眼神闪躲,立马换了个方向。 我赶忙冲上去拉住他。 曹敏神色慌张地和我打招呼。 杨姐呀,你最近身体怎么样? 我笑着感谢他,小曹还记得我呢? 当时住院,还多亏你照顾我呢。 杨姐今天来医院,有什么事吗? 曹敏想要走,一边说话,一边往医院外边撤。 我挽住曹敏的胳膊,和他并肩走在一起。 我今天来呀,是感谢你的。 除了感谢你当时尽心尽力照顾我,还要感谢你在酒店里发现我丈夫猝死。 听我说完这句话,曹敏脸色煞白,他挤出苦笑。 杨姐你在说什么? 我听不懂,我瞟了一眼曹敏年轻的容貌,怎么可能听不懂,那警方写的目击者不就是你吗? 曹敏顿了半嗓不说话,然后才吞吐道,对不起,杨姐。 对不起我啥呀? 你这丫头说话才是让人听不懂。 我和齐哥,我们,我看着曹敏,等他继续把话说下去,可他却画风抖转。 我们只是朋友。 余光从曹敏身后看见几个路过的下班护士,朝着我们这边指指点点。 既然是朋友的话,那一码是论一码。 齐峰的死,你得担责吧。 他身体好得很,可为什么和你在酒店见一面就猝死了? 你们,到底在酒店做什么? 我话问得直白,曹敏的脸上一阵白一阵红。 我都和警方说了,我冷哼一声,你作为护士,总会有急救意识,酒店里也有急救设备。 可齐峰还是死在了你的面前。 你就真的敢说他的死和你没有关系吗? 我不不紧逼曹敏,他被质问得说不出话来。 你不说? 行,那你最好这辈子都别开口说。 我冷冷丢下这句话走了。 曹敏是个年轻小姑娘,见识不多,不惊诈,一问话全套出来了。 可是直觉告诉我,齐峰的死没有那么简单。 处理完齐峰的后事,保险公司员工曹阳林找到了我。 他把两份投保文件递到我面前。 一份投保人是我,受益人是齐峰,和我在家里发现的那份一模一样。 另一份投保人是齐峰,受益人上写着曹敏的名字。 原来齐峰不止为我投保,他甚至还担心自己在这场博弈中出了什么差错, 体贴地为曹敏留了一条后路。 曹阳林开口说, 杨小姐,齐先生作为你的丈夫,所以我认为有必要把这些事告诉你。 曹阳林其实不来找我,我也应该知道了齐峰和曹敏的事。 我想他不该只是单纯来告诉我这一件事的。 你知道齐峰和曹敏的事吗? 我直截了当地问他。 曹阳林的眸子里闪过几分愧意,直直无无地开口, 是我们的审查没到位,现在才明白他俩的关系。 我私存半刻,越发觉得这个保险员不对劲, 既然他知道齐峰和曹敏的关系, 却还愿意让齐峰为我买保险。 这难道不是社会新闻里常出现的杀妻骗保苗头吗? 他作为保险公司员工, 应当是会严格筛查, 却还让齐峰钻了这么大的空子。 你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些? 我想,这甚至会牵涉到你的工作。 曹阳林抿抿了嘴, 说,我心里实在过意不去。 其实,齐先生当时允诺了我, 说是事成之后分我一大笔钱, 事成之后不就是杀了我之后吗? 我被钱迷了心眼。 我真该死啊。 曹阳林一边说着一边扇自己的耳光。 我真怕自己的贪念害了您, 不过后来瞧见您没出事, 我心里的石头才落了地。 曹阳林脸上已经布满了悔意。 按照他的说法, 他是良心不安, 于是将曹敏和齐峰的事向我合盘托出。 那,齐峰的保险呢? 他为什么会投? 我不明白齐峰的计划里怎么会有这一步。 是曹敏。 曹敏逼着齐峰买的。 曹敏说, 齐峰买保险受益人写他的名字, 才能证明他俩是真爱。 我冷冷笑了, 曹敏看起来人畜无害的样子, 结果心底的算盘打得这么响。 既然是这样, 齐峰的死仿佛也就说得通了。 为什么会猝死在专业护士面前? 看来我是低估了曹敏, 他的野心也不小。 我瞅着桌上的两份保单思索片刻, 问曹阳林, 齐峰的这份保险, 有什么办法可以处理? 曹阳林点了点头, 手指了指文件上的一个词夫妻。 齐峰买保险的时候, 受益人关系竟然填写的是夫妻。 我不禁翻了一个白眼, 根据保险法规定, 保险金应当由被保险人的法定妻子直接领取。 曹阳林继续说, 曹敏拿不出证据证明他和齐峰是夫妻的话, 这份理赔金就该付给您。 齐峰真是被曹敏迷了眼, 竟然连这种蠢事都能干得出来。 他就没想过自己哪一天真敢了, 曹敏的这个身份根本拿不到一分钱。 我点点头, 那可能后面得麻烦你们了。 曹阳林笑着说, 那儿的话, 能帮上你也算是疏解了我心里的一个结。 曹阳林看起来憨厚老实, 不像是会和牵涉进齐峰这件事的人来。 我也对他放下了警备, 拜托他帮我处理好齐峰保险单的事情, 甚至对他多了几分好感。 曹阳林办事很麻利, 没几天手续都办下来了, 联系我说是要把理赔金转过来。 可还没等理赔金入账, 曹敏便找上门了。 曹敏开门见山表示自己是来要钱的, 一点也不像前几次碰面时的窃窃懦懦样子。 看来触及到他的利益, 就露出了真实面貌。 曹敏带着一达文件来, 啪哒一声扔在桌上, 面色凛冽。 是你去找保险公司的人要了钱? 语气里充斥着怒火。 我想起第一回见他, 在医院里替我扎针, 畏畏缩缩的样子。 现在想想, 不禁怀疑当时真的是技术不过关, 扎不好针吗? 这钱怎么也轮不到你拿。 我淡淡道, 你看看, 曹敏翻开保险单的受益人那栏, 上面写的是我的名字。 我都懒得挑一眼, 就知道曹敏手里的底牌就这一个。 你该学学法了。 你不是法定妻子, 怎么敢以夫妻关系领取保险金? 曹敏咬紧了嘴唇, 怒火中烧地瞪着我, 从牙齿缝里挤出一句话, 那就法庭上见。 我心里暗笑, 这姑娘傻, 明明自己才是最没底气那方, 竟然想要通过法律途径来要这笔钱。 我耸了耸肩, 贪手表示无所谓。 曹敏怒气冲冲地摔门而出。 到底是小姑娘, 出生牛犊不怕虎。 她真立马将我告上了法庭, 非说文件上写的是她名字, 就该她拿这笔钱。 我又专门去咨询了曹阳林, 她以专业人士的身份帮我分析, 告诉我曹敏这场官司毫无胜算。 我这才算是妥妥地放了心。 法官最后的判决意见和曹阳林说的一样, 曹敏一分钱没拿到。 走出法院的时候, 曹敏狠狠弯了我一眼。 曹阳林在门口等我, 说是要请我吃饭, 算是庆祝打赢了这场毫不费力的官司。 晚餐定在一家西餐厅里, 曹阳林打扮得极为体面, 还带了一束花。 她贴心地替我拉开椅子, 整理好我面前的刀叉。 这段时间和曹阳林相处下来, 真觉得她是个不错的人, 体贴善良, 也很会照顾人。 曹阳林将那束花放在我的身旁, 没记错的话, 今天应该是你生日, 祝你生日快乐。 她能细心地想到这一点, 让我有些讶异。 我和齐峰在一起的时候, 几乎不怎么过生日, 我们都是不注重仪式感的人。 况且, 两人基本没有太多的感情基础, 连礼物也很少收到。 今天这场官司就是我收到的最好生日礼物了。 谢谢你, 杨林帮了我这么多。 我由衷且深情地感谢她。 如果不是曹杨林, 我或许还被蒙在鼓里, 曹敏也能顺利拿到理赔金。 虽然帮我拿回应得的权益是她的本职工作, 但在这段时间的相处里, 我们已经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 曹敏这案子亦有什么风吹草动我第一时间想到的, 便是她。 除此之外, 生活上她也帮了我很多的忙。 比如, 在我出差时照顾家里的两只狗狗, 生病住院了, 她来医院里照顾我, 不小心追尾车, 她也立马赶来现场帮我解决。 确实在我的生活里发挥了极大的作用。 我甚至感觉到自己有一点依赖她了。 餐厅的小提琴声悠悠响起, 灯光渐渐暗淡下去, 桌前的蜡烛微微摇晃, 映照着烛光里的两张面孔。 曹杨林笑着从兜里掏出了一小块绒面质地的小盒子。 她轻轻打开盒子, 里面是一条手链。 曹杨林憨厚地笑了笑, 不知道你看不看得上, 我微微惊讶, 你这是? 曹杨林挠了挠头, 说道, 这些日子相处下来, 我喜欢上你了。 她满眼真挚地望着我, 透过她的眼神, 仿佛能看见她的全权之心。 我愣了片刻, 才说出一句谢谢来。 我的心里虽然对她有好感, 但却没想到她如此直白。 曹杨林结结巴巴地问我, 你, 你愿意做我女朋友吗? 这话一出口, 我的心悟地提到了嗓子眼, 我着实是没想过这件事。 齐峰才去世没多久, 曹敏这场官司打完我才算是彻底把她的烂摊子收拾完, 至于情情爱爱的事, 我倒从没想过。 我切了一块牛排放进嘴里, 慢慢咀嚼, 拖延一点思考答复的时间。 和齐峰的这些年, 算是白白浪费了, 如果有心仪对象发展一段关系, 也确实不错。 至少能让人从那段晦气的时间里走出来。 我吞咽下牛排, 刚想张口说话, 曹杨林的手机就响了。 看见手机上显示的电话号码, 曹杨林的脸色顺时凝住了。 他急忙拿起手机, 声色局促地和我说了声, 公司有急事, 我先接个电话。 没等我回话, 他已经大步走出了我的视线。 保险公司的工作确实不容易, 这么晚了还需要随时随地待命。 小提琴又拉完了一首曲子, 曹杨林还是没回来。 服务生过来好心地问我, 女士, 您这边的饭后甜点需要现在上吗? 我礼貌地摆摆手, 等我朋友回来了再上吧。 服务生神色有些为难, 窘迫了两秒钟, 尴尬地说, 刚刚看见您那位朋友和一位女士上了车。 或许是他的同事过来和他商量工作上的事, 所以有事就先走了呢? 我心中暗暗揣测着, 还是不放心地跟了出去。 餐厅门口停着一辆黑色轿车, 车窗摇了下来。 我一眼看见了副驾驶上的曹杨林, 他侧过身子和驾驶位上的人激烈地争执着。 没一会儿的功夫, 曹杨林愤怒地拉开车门, 满脸运气地下车。 他头也不回地朝餐厅方向走过来, 身后驾驶位上的那个人在曹杨林下车的一瞬间, 也立马拉开了车门。 等那人绕过车头, 小跑着跟在曹杨林的身后时, 我才惊觉, 那不是曹敏吗? 曹敏下车步子迈得快, 立马赶上曹杨林, 他拉住曹杨林的胳膊。 曹杨林顿足, 转过身, 又和曹敏说起话来。 这次交谈, 似乎双方都有所退让。 曹杨林脸上的怒气渐渐消失, 他颇有耐心地和曹敏说着话。 曹敏像个犯了错的小姑娘, 拉着她的胳膊摇来摇去, 嘴巴嘟得老高, 不时点点头表示认同。 两人又聊了一两分钟, 曹敏才依依不舍地松开曹杨林的胳膊。 末了, 还伸出手来求抱抱。 曹杨林温柔地把她拉进怀里, 轻轻抚摸了曹敏的头。 这一幕直击我的心脏。 上午还在法院里为我争夺理赔金 而对曹敏发起劫难的人, 这一刻竟然将曹敏搂在怀里。 我实在是难以接受如此大的冲击。 曹杨林已经松开了曹敏, 朝我这边走过来。 我赶快整理好神情, 匆匆回到位子上。 他们是什么关系? 又是什么目的接近我? 曹杨林刚坐下就连连向我道歉, 公司同事有个文件找不到, 非让我帮忙找找。 唉, 他撒起谎来的样子让人完全看不出破绽。 或者说, 在我面前, 他从来都是伪装着的身份。 我故作体贴地安慰他, 说明你能力强吗? 公司都离不开你。 曹杨林傻呵呵地摸着脑袋, 嘴里推辞着, 不敢不敢。 我故意把话头往曹敏的身上扯, 我老公这破事啊, 还是多亏了你, 不过话说回来, 你好像对曹敏挺了解的呀。 我一边拨弄着盘子里的西兰花, 一边等着听曹杨林编造的谎言。 但我们这行的嘛, 肯定要对自己的顾客了解才是。 我弯了弯嘴角, 你跟他同性, 还是挺有缘分的事。 曹杨林的神色闪过一丝异样, 但很快又恢复了过来, 这是个大性吗? 撞了也很容易, 看来他的嘴很严, 套不出什么东西。 我也不再跟他绕圈子, 直接说明我刚刚目睹的一切。 曹杨林的神色煞时凝固住, 直愣愣地保持这个神情几秒后, 他父儿悠悠说道, 其实, 我跟他确实早就认识了。 你和他到底是什么关系? 曹杨林愁愁了半天, 才支支吾吾地回道, 他是我妹妹。 我往这层关系上想过, 可是又想到曹杨林 平时提起曹敏时的样子, 怎么会有哥哥如此对自己的妹妹呢? 几乎用尽恶毒的语言。 我冷笑一声, 所以为什么要帮我? 我知道这是我妹妹的错, 是她破坏了你的家庭, 我想尽我的努力补偿你。 曹杨林说完这话后, 无比真挚地望着我, 眼里满是愧疚。 我摇了摇头, 还是对曹杨林的话保持着怀疑。 我们从并肩作战的队友立马变成了两个阵营的人。 见我不相信她的话, 曹杨林掏出了手机, 翻开相册递给我。 上面是她家户口本的照片, 她们确实是兄妹。 我妹妹不懂事, 我这个做哥哥的肯定要帮她担责任, 所以我才来找你。 可是后来, 在一次一次的接触中, 我发现你很独特, 却又心疼, 惋惜你的遭遇, 想要帮助你。 曹杨林说完这些话, 把头深深低了下去。 我将装着手链的盒子, 轻轻推了回去。 自从法院胜诉之后, 曹敏便再没出现在我的视线里, 连同一起消失的还有曹杨林。 一直过了大半年, 曹敏竟然带着奇风的妈我婆婆, 来了。 婆婆怀里还抱着个刚刚足月的小孩子, 一副来者不善的样子。 曹敏只高气昂地坐在我面前, 婆婆坐在她的旁边, 小声地哄着孩子。 曹敏开口便说, 这孩子是奇风的。 我猜到了这一点, 不然她怎么会平白无故来找我, 消失的这段时间就是生孩子去了。 她的孩子, 你来找我干嘛? 你找奇风去啊? 婆婆一听, 我提奇风就炸毛, 你还好意思说奇风, 她就是你客死的。 你就是个不下蛋的老母鸡, 要不是有敏敏在, 我们奇风哦, 就要绝后了。 婆婆一边说着, 一边抹眼泪。 我心底里白了她一眼, 这老婆子可会见风识舵。 曹敏继续说着, 奇风死了, 她的财产这孩子最起码得有一份。 我瞟了一眼婆婆怀里的孩子。 曹敏这是死咬上奇风的这点遗产了, 不拿到手, 看来她是不肯罢休。 一分钱你也拿不到的。 我一字一句道, 婆婆开始假哭起来, 一边哭一边骂我, 这个狠心婆娘啊, 吞了我儿子的财产, 还想害死我孙子啊。 敏敏她一个人, 怎么有能力牵扯大这个孩子哟? 曹敏听着婆婆的话, 也开始努力挤了几眼睛。 他俩打起了苦情牌, 拿孩子的命来要挟我。 我质问曹敏道, 养不活, 奇风死的时候, 你就该打掉这个孩子啊。 你们现在来找我哭, 这孩子又不是从我肚子里跑出来的。 要找人养孩子, 你们该直接去那棺材里找孩子他爸呀。 他带着你们仨一起躺那里边, 直接衣食无忧了。 婆婆被我的话气得满脸通红, 浑身发抖, 指着我的鼻子骂我。 曹敏也跟着他一起骂。 两人的声音此起彼伏, 吵哭了怀里的孩子。 我实在听得厌烦。 够了! 谁的儿子, 谁的妈都找谁去。 直接将两人连推带拉地赶了出去。 遇上奇风, 真是倒八辈子霉, 死了也不给我省心。 他俩被我推丧着赶出门, 还遗留下一口袋孩子的用品, 被我直接扔进了垃圾桶。 半个月后, 我去医院取一份报告, 又遇上了曹敏。 这回是他拦住了我。 曹敏双手环抱, 颇为得意地笑着问我, 来拿亲子鉴定书。 那包孩子的东西我后来留下了, 找到以前剪下的奇风头发, 送去医院做检测。 我越过他的身子, 直直地往电梯方向走。 曹敏仅不跟在我身后, 结果会让你满意的哦。 看来他作为医护人员, 已经凭借自己的权利提前知道了检测结果。 我停下了脚步, 转头问他, 那结果你很满意? 曹敏耸了耸肩, 肯定。 我儿子还能分到他爸的遗产呢? 语气里满是兴奋。 我点了点头, 你的意思是, 亲子鉴定结果显示, 孩子是奇风的。 曹敏挑眉, 当然我说了那孩子是奇风的。 他保温盒掉落在地上的声音。 我顺着曹敏的身后看过去, 曹阳林正呆滞在那儿。 他手里提着的保温饭盒摔在地上, 里面的饭菜汁水洒了出来。 曹敏文声也连忙转过身去, 双手立马搭落在身侧。 曹阳林拖着沉重的步伐, 逼近曹敏。 快要离曹敏一尺距离的时候, 一冷冷地开口, 你刚才说什么? 曹敏被曹阳林狠利的神情逼得一言不发。 我便替他回答, 他说他儿子是奇风的, 亲子鉴定都做了。 我看着曹阳林的脖子上蔓延起一片片红色, 网上, 整张脸因为激动变得异常红。 他怒怒圆征, 拎起曹敏的领子, 眼里的怒火仿佛要将曹敏吞噬掉。 曹敏被他看得浑身发抖, 就像小鸡仔一样被他拎在手里。 周围看热闹的人越来越多, 将我们三人团团围住。 曹敏小心翼翼地和曹阳林商量着, 你, 你先松手, 我们找个地方好好聊聊。 曹阳林根本没听进去, 揪着曹敏的领子, 低吼了一声。 像极了发疯的野兽。 曹阳林死死拽住曹敏, 曹敏被他勒得踹不过气。 赶来的医院保安立马将两人分开。 曹阳林一边抓住曹敏, 一边和保安撕打在一起。 场面极其混乱, 我趁机立马逃了出来, 去五楼拿检测报告。 检测报告的结果如曹敏所说的一样, 显示两人为亲生父子关系。 我将检测报告放在包里, 一个人在五楼静静坐了半个小时。 然后曹敏出现了, 他换了长服, 可还是能看出来他很狼狈, 头发乱糟糟的, 脸上还有巴掌印, 颈上清晰可见的红色印记和抓痕。 他气喘吁吁地跑过来, 以胜利者的姿态俯视着我, 你最好把我儿子的财产准备好。 我抬起头平静地注视着曹敏的样子, 实在是可笑, 才结束完一场争执, 用马不停蹄地赶来想要分一杯羹。 我不免觉得他活得太可悲, 明明自己有本领, 却偏要靠男人活着。 男人死了, 还要想法设法榨禁他。 我淡淡道, 你看了亲子鉴定报告。 曹敏不屑地回答, 结果刚出来, 我就知道了。 我将包里的文件递给他, 你再仔细看看。 曹敏快速翻开报告, 停留在鉴定结果页面, 小声嘟囔着显示为亲生父子关系。 你仔细看看副本呢。 曹敏文声网上瞟了一眼, 亲子报告瞬间掉在了地上。 上面的副本显示是曹阳林。 我捡起亲子报告, 沈笑道, 亏你是护士, 平时工作也不看完整文件的吗? 曹敏傻愣愣地立在原地, 嘴里阵阵有词, 不可能, 不可能, 我站起身来, 负在曹敏耳畔。 我说过, 你一分钱也不可能从我这儿拿走。 走出医院的时候, 遇见了曹阳林。 他垂头丧气地蹲在花坛上。 我走过去, 喊了一声他的名字。 曹阳林抬起头来, 阳光直射, 刺得他眯了眯眼睛。 看清是我之后, 他不好意思地笑了笑, 好久不见啊。 我汗手, 将那份亲子鉴定递给他。 你看看呢, 这孩子是你的。 曹阳林不可置信地 接过鉴定报告书, 翻到检测结果那页时, 欣喜若狂。 他从花坛上跳起来, 欣喜地捧着报告书, 反复询问我, 真的? 真的吗? 我点点头。 但随即, 曹阳林又冷静下来, 他兴兴地说, 对不起, 我骗了你。 我意味深长地笑了, 我不是那么好骗的。 曹阳林一脸疑惑地盯着我, 我出车祸之后, 就已经调查过曹敏了, 他身边人我也全都知道, 甚至连你们的计谋, 我都了如指掌。 曹阳林连忙贴清自己的关系, 都是曹敏出的瞎主意, 你可是他瞎主意里关键的一环啊。 其风有一次去医院体检, 认识了曹敏, 两人成了朋友。 后来, 其风无意是在曹敏面前提起家里的房块拆迁, 于是, 一直靠着微薄薪水过日子的曹敏和男友曹阳林, 变起了歹心。 曹敏蓄意接近其风, 勾引他, 两人成了地下情人。 为了让这场计划赚得更多, 曹敏哄骗着其风在曹阳林这儿买下高额保险。 到时候我死了, 其风继承全部遗产, 曹敏就能和他结婚。 然后他们再想法子解决掉其风, 曹敏和曹阳林便能修成正果。 只是可惜, 其风先一步死了, 打破了他们的计划。 于是他们又将目标转向了我, 让曹阳林在我最落寞的时候乘虚而入。 而我自然知道他们的这一切, 于是装作什么也不知道的样子假意落入他们的圈套。 眼见曹阳林和我真快在一起了, 曹敏便坐不住。 怕曹阳林抛弃了自己, 更怕自己一分钱也拿不到, 于是想出了孩子这一招。 却没想到, 我先他一步, 早就知道了这孩子是曹阳林的。 我将他二人的计划一五一十合盘拖出。 曹阳林脸上全是被拆穿后的窘迫。 老曹, 老曹, 护士长从医院里跑出来, 嘴里喊着曹阳林, 你快去看看曹敏。 曹阳林连忙问, 他怎么了? 他, 他好像疯了。 曹阳林惊得连退了两步, 恢复过神志后, 冲进了医院。 护士长留在原地说道, 这小曹啊。 曹敏和曹阳林在医院发生了冲突, 两人彻底分道扬镳。 曹敏以为孩子是其风的, 自己就能高枕无忧。 结果和曹阳林断绝了关系, 孩子又不是其风的。 双重打击之下, 精神失常, 嚷着要从五楼跳下去。 可惜只摔得半身不随, 坐在轮椅里发疯。 而曹阳林联合当事人骗保, 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终于, 其风这个倒霉男人带来的糟心事 全都结束了。 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 愿你的每一天都充满阳光和欢笑, 每一步都走得坚定而有力, 让过去的成为美好回忆, 未来的充满无限可能。 祝你幸福安康, 万事如意。 同时欢迎您留言, 订阅, 分享。 我们下期再见。